其實我從小到大都是一個沉渡的人來的 大概四五歲我已經開始想了 我是誰呢 為什麼我會向這裡 會有這些問題浮現在腦袋上 大概2009年 當時我回到香港 我上了一個心理學班 當時那個導師就講到 中共對法輪功的謠言 當時他的觀點 他認為中共要講這些事情 就是迫害法輪功 是因為中共很害怕法輪功 當時我就覺得很好奇 有一天我就打開電腦 就開始找法輪功的消息 當時我打法輪功 就已經下面很多的search result 有很多中共的污衊的東西 但其實你作為一個香港人 你從小到大看新聞看得多 通常人家講一個新聞 或者講一個事實出來 他會有很多不同的觀點 或者很客觀的 但是中共那些東西 他講的東西 是沒有一個很實質的 很solid的 proof 就是他污衊法輪功那些東西 還有用一些語氣 好像撥虎麻糟 他不是一個很理性的 證實這件事 所以其實已經對那些文章是反感的 我看了一兩篇之後 因為他的排名很前 我看了一兩篇之後 我就覺得 怎麼辦呢 我想找真實的東西 那些不是真實的東西 那些一定是中共 那些放出來的假消息 那我就開始 怎麼辦呢 我就打法輪功 然後Space 台灣 看台灣人怎麼說 我想知道台灣人怎麼說 法輪功是什麼 那一邊我看到一個網站 叫法輪大法在台灣 那我相信是一些法輪功學員 就是台灣的法輪功學員 去起的一個網站 那我就覺得 啊 台灣網站應該信得過了 那我就去看看 那裡面就講到 天安門 致焚藝案那些 那其實我當時 對我來說 我更加想了解的是 我想找個道 那變成它裡面 類似一些心得體會 新學員的心得體會 其中一個Case 就是說 一個法輪功學員 練了法輪功之後 他原本有紅斑狼瘡症的 那也都是好了 那當時我就覺得 哇 因為我當時有身體問題 那我覺得 我比起他的Case來講 我應該是輕很多 如果紅斑狼瘡症 都有機會好的話 那我這些 也都可以好 六月開始指導法輪功的 如果正式修煉 可能九月開始 那到年底十一月的時候 大概幾個月之後 那我見到我家人 我家人說我變化很大 其實當時我自己是 我以為我只是脾氣好了 但是對家人來說 他跟我說 他覺得我好像變了一個人 那樣 當然是向正面方面變化 就是說跟以前不同了 加入這個媒體的時候 而我也都親身接觸過 一些法輪功學員 是被釋放的 他說他排牙大部分都是假牙 因為在裡面被人電擊 在勞教所被人電擊 被人虐待 這些是真實的人 他不是一個報道裡面的人 他是和我一起吃飯的人 也有一些婆婆 也都是被抓了進去勞教所迫害 裡面講述的各個情況 這些我能夠見到的人 他已經是新患的 但是有些我看不到的 他是沒有運運 大家可以聊天 那些是很多都不在這個世界 我想做些事情可以減少迫害 我覺得 在我來講 我不單止是為了法輪功學員發聲 我也是為了一些受迫害的人 其他人的聲音 要將他們的聲音帶出去 給國際社會聽到